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做洗礼箱关播起来的处理流程 可以看到照片上面 旅客的洗礼箱用着非常专业的打包服务 把他洗礼箱包得紧紧的 这在2018年1月30号的时候 旅客要从机场回到温暖的家 回到台湾 在整理洗礼的时候 发现他的洗礼箱关不起来 着急的焦头烂额 这时马上请助理 带着旅客以及他的洗礼箱 去洗礼打包服务柜台 当然去打包服务 是要自己再多付费用的 他并不是免费的 请记得 遇到事情千万不要紧张 冷静的处理 之后呢 带团都会建议旅客要买好一点的行李箱 因为全世界的机场搬运行李的工作人员相当辛苦 都要在时间之内把行李搬上飞机和搬下飞机 难免当中会有一些碰撞破损的情形 好一点的行李箱就不会因为这样的搬运破损造成你的心情不愉快 同时到世界各国你要相当熟悉机场的柜台 像是退税的柜台 搭包服务的柜台 都要非常的熟悉了解 如此一来才会在机场的这个时间 有效的掌握住之后 很优雅的办完行李托运 很愉快的回到温暖的家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开铃铛哦 拜拜